路德记 当事实秉证的时候 国中遭遇饥荒 在尤大的伯利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这人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子叫拿额米 他两个儿子 一个叫马伦 一个叫基莲 都是犹大伯利恒的 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押人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 后来 拿额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 一个名叫俄尔巴 一个叫路德 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马伦和基林两个人也死了 剩下拿额米 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他就和两个儿媳妇 动身 要送摩押地回老家 因为他在摩押地 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给他们 于是 他和两个儿媳妇 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 要回犹大地去 拿额米对两个儿媳妇说 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了我 和已死去的人一样 愿耶和华 使你们各在新的丈夫家中 得平安 于是 拿额米和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大哭 说 不 我们要和你一同 回你本国去 拿额米说 我的女儿们啊 回去吧 为什么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儿子 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的女儿们啊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 不能再有丈夫 吉霍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 可以生儿子 你们怎能等着 他们长大呢 你们怎能等着 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的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 特别难过 因为耶和华 深受攻击我 两个儿媳妇又放声痛哭 俄尔巴和婆婆亲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额米 拿额米说 看 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够使你我分离 不然 愿耶和华重重地惩罚我 拿额米见路德决心要跟着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于是两个人同行 来到伯利恒 他们到了伯利恒 全城的人都惊讶 妇女们说 这是拿额米吗 拿额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拿额米 拿额米是甜的意思 叫我马拉吧 马拉是苦的意思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地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 耶和华降货给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既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额米呢 拿额米和他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 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 正是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我满地回到伯利恒 我满地回到伯利恒 我满地回到伯利恒